谢谢主席 有请院长 请院长 院长好 蒋委员长 其实刚刚郑委员提到的 顾空精华的1%的回馈精华 刚刚我觉得副院长的答复是有问题的 98年有 因为98年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我不知道98年回馈多少 所以我99年就没有编 到100年才能够编 其实上编运算不是这样子编的 你98年你在编运算的时候 一般你们编运算都是在5月份 到定案的时候差不多在7月份 所以你就可以从1月到7月 它的营业有多少 1%大概多少 你就可以先编入在99年的税入里面 为什么要等到98年完全结束以后才来编呢 因为税入跟税出不一样 你税入编进去以后 将来有税入实际的收入 进来的比预算编的增加的话 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 应该是在99年就应该把它编进去的 而不是在98到100年才来编 我这是提醒你一下 至于刚才讲到这个雍正的这个画像的 我看我听了你们答复的到现在 我觉得不像世界级的博物馆的负责人所说的话 真的 古文物的鉴定它有一定的原则 有一定的程序 有一定的方法 对不对 什么叫真的 什么假的 这种定义 你一开在第一个时间上面 你就要把世界上公认对于古文物的 这种真假的定义 很明确的讲出来 可是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你讲出一个定义 有了定义以后 不需要 有了定义以后 你才能够针对它说的事情 到底是真的假的 提出你的论点 对不对 我不是学这个的 我也没有从来接触过古文物的 我也没有收藏古文物的 我只是一个直觉的一个判断 我刚刚在一边听你们讲 我一边我在下面就讲 什么叫做真的 你听我讲 你不需要打断我的 我听听 你听我讲 我是外行人 就叫于 请教你这内行人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一定要在当时雍正活的时候 对他本人画出一幅画出来 这才是真的 还是说我在雍正当时 我虽然不是对他的本人画的 可是我就对他其他的画像 我画出一个我自己的元素出来 这算不算真的 还是两个不同的人 谁先画的就是真的 后画的就是假的 可是这个时间都是必须在雍正活的时候画的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雍正过去了 我在事后 我针对他过去的其他的画像 尤其是脸型 我做出一个我自己的创作的一个原画 这算不算真的 这都是真的 还是我是拿他别人画好的东西 我再去模仿一幅画出来 现在我们台湾有很多世界上跟很多啊 名画的东西来模仿一下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画的人不一样 可是造原著描出来的 这算不算真的 这是模本 多呀 那所以什么叫真的 什么是假的 你在第一个时间你把它讲出来呀 对啊 模本没有什么真假的问题 只是谁画的问题 对啊 那所以这个道理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就是一个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鉴定出 定义定出来嘛 那有人说 乾隆是真的 雍正是假的 那也有人讲 雍正在前的 乾隆在后啊 如果要有两个一样的话 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乾隆是假的 雍正是真的 以年代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是要模仿的话 也有这种可能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不定是 北京故宫的是假的 我们这边是真的也不一定啊 这是模本 所以我说嘛 还有的 还有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电影的宣传 要推销一部电影 他先制造一些八卦 这个某某明星 跟那个女星有外遇 其实讲的就是电影的情节 为什么 打这部电影的知名度 所以也有人说 给你们配套好的 来提高你们这个知名度 很多人不知道 有雍正画展 借着这个 大家天天炒作 让他知道有公正 那个故宫有雍正画展 所以大家过来看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来提高你的营收 提高你的参访人数 是不是真的 我们倒是比较从教育的 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搭配好 做一个八卦的 八卦的新闻 然后来刺激你的销路 增加你的参观的人数 不过我们 这个八卦新闻是真的假的 观众来看我们给予教育 所以这个是不是 你们故意套好的 这不是的 绝对 不是套好的 绝对 不是八卦新闻 是不是 八卦 我刚刚讲过 像有的电影 在要推出电影之前 他会先放出一个影剧消息 这个男女主角 怎么样 有外遇 有什么样子 怎么样 人家就一看 原来是这个电影 然后再去看看这个电影 做你电影的宣传 所以这个新闻 是不是为了你 拥重画展 做宣传 不是的 我们会从正面的去宣传 我们也会从正面的去教育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觉得 你今天站在一个 博物馆的 最高的负责人的立场来讲 你就应该要对于 真的 什么是真的定义 让大家很清楚 然后再提出你的论述 这个道理是真的是假的 好的 我想这样的话 才是比较专业 谢谢 我说这个 这个是一样 跟那个一样 就是假的 那一样的东西 都是假的话 就很麻烦了 是 对不对 那如果一个双巴跳出去 哥哥是真的 弟弟就是变假的了 一样的吧 是不是 对 好 我再请教一下 你现在南故宫的问题 是 南故宫现在 你莫拉克台风过去 过去以后 发现超过了200年洪水频率的 你的土堤的高层 对 对 所以土从土堤漫过来了 对 现在 针对这个问题 现在水利署在做规划 如何来 如何来防治防洪治水的问题 是的 对不对 那水利署它什么时候可以规划设计好 什么时候可以定义 水利 还有就是嘉义的这个嘉义县政府的水利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 因为工程 每个工程不一样 所以到明年底是全部可以完成 这是关于这个 自水防洪 它那个大壁西 这个汉 所以要到明年底 就是到99年底 对对对 自水防洪的工程才能够做完 对对是99年底 那在这段时间没有办法 没有还没有完成之前 如果又有台风来 又淹水的话怎么办 全部完成是100年3月底完工 就是防洪的部分 所以在没有完成之前 随时遇到台风 都有可能淹过来 如果像八八水灾那么大的好雨的话 都有可能嘛 对对 那如果在这段时间 防洪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之前 你的主体工程能不能新建 这个是目前我们在评估 因为这个没有完成之前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麻烦 好 那你主体工程要花多少时间 把它完成 一般的话三年过 一般要三年 对 所以防洪要到99年底 100年的3月 那是 100年的3月防洪工程 如果顺利的话 完成是不是 对是 然后主体工程要三年 对 再加上三年 101年的 100年的3月 再加上3年 就是103年的3月 是的 请问你102年怎么开始 我能不能请问 我们全力以赴 什么叫全力以赴 就是说在有的东西 全力以赴就是不负责任的话 工程的 什么叫做全力以赴 也就是说 如果依照工程的进度 你主体工程必须要有三年 然后你的防洪工程没有完成之前 你主体工程不能失做的话 你就是防洪工程到100年3月 你的主体工程再加上3年 就是103年的3月 就是这么简单 工程不能假作假的 所以你在防洪工程没有做好之前 至少你在防洪工程在规划设计当中 你要就晓得我将来主体工程要怎么去修 配合防洪工程去做修正 否则的话 万一你现在设计好的防洪工程 又碰到一种大风灾水灾 又卖过来的话 你将来整个主体工程全部都泡到水里面 你将来200年洪水频率 在台湾来讲是很少的 可是近年来天年常常来发生 一年发生好几次 200年洪水频率就是200年才会有一次这么大的水 可是现在每年都会有这么大的水 所以200年洪水频率就是不足的 你现在要规划多少年的洪水频率 说实际上台湾在过去气象报告来讲 很少有累积到200年洪水频率的记录 所以工程的规划 要重新规划的话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规划 如果今天规划完了以后 又跟事实不符 气候变迁极端的这种状况下 你主体工程盖好了以后 再一个台风漫过你的土地 整个主体通通泡到水里面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不能说是因为总统说202年开始 我就全力以赴 事实上你就要跟总统报告 你做得到做不到 如果你做不到 就要告诉总统说202年做不到 如果你说202年做得到 总统宣布了202年 你就要拼了命都要把它做出来 不能光讲一个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是空话呀 所以你今天202年到底能不能做完 你在这边要讲清楚啊 我们现在不能讲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我不接受啊 报告委员我们从水灾以后 一直密集的在做工程的这个 检讨评估分析 所以真精确的这个 一定要在 因为现在也在做调查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所以在明年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可以给一个确定的时间 大安森林公园 你知道不知道在哪里 当时开幕的时候 外界批判它是什么 泥巴公园 现在大家去看是怎么样的 完全不一样 当时黄大舟市长 准备在3月29号开园的时候 我们在议会就跟他建议 3月29号绝对不要开园 他说是 李总统要他在3月29号开园 所以他就在3月29号开园 果然一开园以后 马上被人家骂的泥巴公园 赶工出来的东西 草也没有 树也没有 花也没有 只有泥土 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他讲 你应该在9月份开园 为什么 你3月份大体做完了以后 你要只草种花呀 经过春天夏天的养殖期花好了 炒好了 你看原来大家都不很高兴吗 所以工程有工程方面的知识 工程有工程方面的进度和要求 不能说是因为上面说 哪一年 你就是哪一年 你要把你工程的进度状况 以及过去还有一些解约 打官司的这些问题 如果你不能克服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工程的进行 这些问题你都要跟上面去讲啊 不能贸然讲说 102年开园 就是开园 对不对 所以照你刚刚讲 治水防洪的规划 如果都还没有出来的话 你后面都不能谈的 所以治水防洪的问题 计划什么时候可以定案 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那是水利署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你完全无法掌握 你怎么可以讲202年开园呢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希望未来讲话 一定要很慎重 不要让总统讲话又变失言 失信 我想这样的话 对政府的信用 会伤失 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希望院长以后多注意一下 谢谢 谢谢委员指教 好 谢谢江伟